旅日投手郭俊玲此前被前女友陈姓女子爆料花心,皮腿不断,她还向媒体控诉,郭俊玲在她月事来时硬上,事后郭的姑姑还骚扰她,忍无可忍才会爆料。 苹果日报报道,陈女透露,她和郭俊玲是在脸书认识,当初郭透过朋友脸书看到她的照片,立刻加她好友,展开追求,两人不久后交往,但在三年内郭被抓到皮腿两次, 郭每次都苦苦哀求她不要分手,让她心软原谅。 报道指出,今年初郭对陈女说希望给彼此空间,分开一段日子,但过一个月郭就找她出去玩两天,郭还在她月事来时硬上,完全不顾她的心情,陈女以为她们算是复合,没想到郭在四月叫了女友,让她相当傻眼。 郭俊玲姑姑日前到她的脸书留言三十岁的人,整天做二十几岁的人做的事,只有悲哀,让她觉得被骚扰,一气之下找媒体爆料。 网友质疑她选在郭俊玲有成就的时候爆料,动机可疑,若不是想红,就是想要钱。 但陈女反驳,是因为郭的姑姑到脸书上骂她,才让她忍不下去爆料。 郭俊玲加入21U世界杯在桃园的训练,她在今年南韩人穿亚运表现出众,上周已与西武师队达成协议,以签约金台币1447万,年薪台币334万,加入西武师。 她今天下午4点,将在台北召开加盟日本职棒西武师记者会,对前女友的指控,她只回应,会好好专注在球场上。 其他的没多说,统一师队今天公布新球技阵容一动,包含签下三阳头,教练团职务调整,其中更透过交易,以左头将陈彦从台刚雄英队换来右头郭俊玲,交易案将于1月1日生效。 师队领队苏泰安表示,对两队来说都是战力补强,原本效力富邦汉将队的郭俊玲在今11月的扩编选秀被雄英选中,才刚转队没多久,又要换上新球衣。 中职联盟今天公布,台刚雄英郭俊玲与统一师将成宴,完成交易。 统一师领队苏泰安表示,球队针对明年投手方面,希望补强可先发,可终继的投手。 发掘郭俊玲比较符合这样的人选,成宴也不错,但在球队这边机会比较少一点,希望选手有更好的舞台发挥。 对两队来说都是战力补强。 台刚雄英领队刘东阳表示,郭俊玲是球队相当看重的战力,因此在扩编选秀是挑选他,希望补充投手战力。 不过左头战力是台刚雄英的补强重点,因此在相当不舍的情况下将郭俊玲选手割爱,交易获得左头江成宴,祝福郭俊玲选手能在师队友好的发挥,展现身手。 刘东阳也指出,江成宴是教练团长期观察的人选,虽然这几年无法在师队站稳先发,不过具有一定的先发实力,加上是台刚雄英急需补充的左头,因此在进一步的补强名单中一直都有江成宴的名字,也很开心这次能与师队达成协议。 19日天母球场受访,郭俊玲表示刚进西武第一天发到球具装备,多到可以摆满整张单人床,而且都是已经有号码的装备。 他首次感受这就是职业生涯的感觉,包括训练规划、待遇、球迷对待球员的重视感觉,这环境会造就,让人感觉是职业。 郭俊玲旅日时期的台湾选手不算多,他最常见面的选手是在千叶的陈冠宇,两人常约在池袋吃饭,郭俊玲即便在日本不算太知名,他从棋域到池袋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步骑等,戴口罩也会被人认出来。 郭俊玲认为,球迷与球团等环境的尊重待遇,是球员较能感受到职业选手的自觉,更想努力训练,展现更优异的棒球技术给大家看。 他也透露台,日球迷对于棒球文化认知的不同,郭俊玲表示在日本常常被认出来,但是球迷会等待不忙的时候才过来要签名或拍照。 2015年世界棒球12强赛时,日本队到台湾比赛,有日本选手告诉郭俊玲,他们到便利商店买东西时,很惊讶一群台湾球迷也跟进去,担心是否造成店家困扰。 郭俊玲说,棒球文化,规划也不一样,春,秋训第一天就规划很好,每天去就是专心训练。 他在日本强烈感受,打棒球是先把技术做好,把棒球打好,胜负是后面的事情。 从台湾职棒起步屡日的投手,最近一次是2007年零恩雨,至今已经过了17年,台职何时再能产出让海外职棒球团垂涎的土头战力。 郭俊玲提出看法,心理建设的自信心不一样,日职投手丢牛棚开始,不管是不是要抢一军,站上去就是要赢每个投手。 郭俊玲坦言,他在旅日生涯的每一天都感觉有压迫感,好像随时会被挤下去。 郭俊玲对于台湾舆论对于日职会修改动作见解不同,大家都说去会改姿势会坏掉,他们是想要帮助你。 日职教练在秋训前会拿数据告诉他不足之处,会告知规划,秋训的操,选手自知道理。 CPBL近年来选手薪资大幅提升,但郭俊玲认为,要赚大钱应该是在国外,这是我的想法,因为票房不同,他们加薪比较多。 棒球选手旅外没赚到钱的大有人在,郭俊玲说日职好处是不用担心住宿问题,如果可以拿到一军保障年薪1500万日元,就能赚到钱。 郭俊玲屡外经验拓展棒球事业,从一开始期待融入日本生活,到后来认知不强迫自己,接受你的人就会接受,所以我很懂外国人的感觉。 郭俊玲说,2014年的人川亚运,这年中华队之所以能拿到银牌,靠的是四强战政凯文对日本的好投,但印象最深刻的投手,却是在金牌战,对韩国先发吞败的郭俊玲。 当时郭俊玲还只是一个大学生,就读台体,原本不在亚运名单中,是因为旅美的层人和被小熊挡下,婉拒参与亚运,所以郭俊玲才获得递捕的机会。 中华队在预赛,其实已经碰过韩国一次,结果被零比时狠狠击倒,杀进冠军战后,选择推出了骑兵郭俊玲。 面对地主豪华的KBO明星打现,原本预料可能差距悬殊,想不到却打得非常有竞争力。 我还记得,在第一局的时候,郭俊玲是连续被三名韩国队打者上磊的,接下来又要碰上韩国最可怕的四,五两棒。 朴俊玲稿及江振浩,他们当年在KBO加起来,挥出92发红不让,怎么想都很不妙。 结果,郭俊玲突然霸气外露,先用诉求K掉朴俊玲稿,再用招派变速三阵江振浩,最后顺利以无师分下桩。 这段影片网络上现在还找得到,我每次看每次都鸡皮疙瘩,我强烈建议郭俊玲可以去找来看,应该更容易去找回自己失去的热情。 虽然郭俊玲的投球,在第五局被突破,让他最终以4.2局11分作收,无缘带领中华队夺胜。 但这战已经让郭俊玲知名度大开,甚至有许多收看转播的韩国网友,称赞他是李敏浩加元斌加宋仲基的赠合体,也对他还不是职业投手的身份,感到不可置信。 亚运过后没多久,郭俊玲就获得了旅日机会,背负住郭太元二世的期待风光加盟西武。 可惜发展不如预期,在日本带了5年左右的时间返台,透过选秀加盟富邦汉将,去年其实可以稳定在一军轮值,但今年多半时间担任后援。 成绩下滑不少,目前还未达到,帮迷对他的期待。 郭俊玲今年球季从中季出发,近期转为先发,7月19日虽然投5局拿下胜头,但是中季身份,8月9日的本季出先发则是5局调两分吞败,之后配合球队密集赛程的投手调度,下二军轮替,到今天重回一军先发。 第六局没投完,汉将教练团决定换下郭俊玲,总教练邱昌荣解释,考量到郭俊玲今天面对接下来打者马士格斯,俄霸绿尼,蒋少红压制力不佳,十几天没在一军出赛,球尾也有点下滑,本来就有准备在那个打席换投。 最终郭俊玲投完5.2局,用球数89球,被敲六支安打,丢掉两分,另有三次三阵,两次四坏保送。 邱总表示,今天投得很好,球路有到位,控制力不错。 郭俊玲则认为九梅在一军出赛,感觉不会生输。 虽然这两场都没能投完6局,但至少分数有压下来,投几局就算几局,至于会被刘姬红敲出杨春宝,后来有讨论,主要是配球上前一球有mess,二好二坏只能对决,他掌握得好。